所以我刚刚讲那个知识型对不对 当你用知识型去 你把它养成习惯之后 当比如说我对这个关键能力很有兴趣 那我去网络上查了一些资料之后 我把重点都摘要出来 摘要出来 一般人也就做到这里而已 一般人就做到这里 他已经了解什么叫关键能力 什么是教育趋势 但是我会多做一件事 我会多做什么事 我会比如说在这个底下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 学习跟创新的能力 那我就会直接再新增 在后面新增 你也可以放在就自己找一个类别 比如说知 比如说教学 然后再一个行政 我会多去想这一件事 好各位 你针对这个这个节点 这是这前面都是你知的部分 但是根据这个知 我要去想 我在教学上面 我这个可以怎么做 学习与创新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未来的关键能力 那所以我在教学上 我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各位知道那个window h可以语音输入 你按那个window h 它就会出现这个 你就可以用讲话输入 学习新制图 它就进去了 你就可以增强你的效率 效率跟效难 那比如说在 在行政上面 用新制图做策略规划 所以我会多做这件事 那你就可以获得刚刚那个 一个知识型的一个系统性的思考法 所以你只要每次都做这个 常常做习惯做 你就会有很多新的想法 可以用在你的生活上 用在你的行政上 所以别人 学习仅止于知道 但是你会规划跟付出行动 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一步 那比如说 我们新制图也可以做出这样的规划 这是我们102年 我们学校的资讯课的教学的架构 你可以做出一个架构 然后就算今天 那个资讯课可能不是我电脑老师教 但是看到这个架构 老师们会知道 我希望他们最少教会这三件事 所以我用红色的去做标签 然后每一年都会有 三年级会有平面作品的比赛 四年级会有这个照相 影像的比赛 五年级会有动画游戏的比赛 他会很清楚这个线里面的规划 然后知道线里面要教会 知道即使不是我自己上课 别人也会知道说我最重要要教会什么 那行有余力才教什么 然后也会知道说学校还有社团可以做延伸 所以你可以做这样很清楚的规划 然后有一些诞书 就是有一些说明或者是一些归纳 新制图是可以做归纳分析的 有人批评那个新制图只会做发散 其实不是是他不会用